这期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很离谱的一个案件 这有可能创下我国治安史上 结伙绑匪最年轻的一个记录 这当然不是好事 发生在彰化鹿岗这边 有四名少年国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在升学 上个月三十后 他们就基于一个富有的学弟 是一个富少 因为这位国三的学弟 常常身上有上万元的现金 喜欢交朋友也常常很大方的请客 因此这四名少年就基于这些钱财 居然结伙将这名就读国三的学弟绑架到一处空屋 要求他写下了勒鼠的信条 向对方要求家属 要求五千万元的勒鼠金 甚至还担心自己法律上的责任 还说如果没有拿到钱 我们七天之够也会放人 那么在第一天的时候 可能因为在空屋子里头 也担心这个学弟身体会出状况 那可能有三个人就决定放弃 所以他们就让这名被绑架的受害人自己回去 可是后来想说信都记了 事情都做了 这可能还是有法律上的责任 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其中一名少年嫌犯 居然就沿街来找人 而当时呢 这位受害者他也担心自己回到家呢 会造成这些绑匪的报复行为 所以他当时是躲在一间庙里头 没想到被这个绑匪给找到了 他被害人又被掳走 这次是被掳到了一家汽车旅馆里头 还好呢 这位被绑架的被害人呢 还蛮激紧的 因为就到了这个汽车旅馆里头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这些学长当时呢 可能跑去洗澡了 这位国三的学生就趁机打电话 给自己的姐姐 姐姐知道之后赶紧报警处理 要救出自己的弟弟 所以呢 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顺利的将这位被害的学生救了出来了 只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警方都摇头 年纪轻轻15岁的少年居然企图要绑架14岁的学弟